因為美國的利率大約是2.25至2.5左右 所以暫時來講 未來的高峰未來又要回到一個極限水平 可能真的分分鐘升到1.5厘左右 是有機會的 再加上加0.5厘 大家做過貨幣上 可能利率就會上回到2厘左右 但問題是說是否能夠達到影響性有多大 其實如果你看現在很多新盤 本地的樓市新盤的定價 的確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積極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負面影響一定會有的 那個down trend 還會在那裡 但問題就是影響這些股份利率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其實這段時間的弱勢都可以合理解釋 除了利率之外 通關又遙遙無期 甚至在本地確診數字上 你不會視三四千視為一個樂觀數字 市場甚至還會擔心 政府會不會隨時有機會有nock down 又要限堂值等等的狀況 雖然說不會 但是市場會害怕 所以短線來講這個板塊 我會覺得投資前景上很清晰 論股值很多都很合理 你放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整個加息周期熬過了 甚至未來你會經歷加息之後再減息等等 這個股值水平的話可以升的 即是是investable的 還有可能不錯的潛在空間 上升空間 但時期一定要長 但如果你看到短線 短線關於什麼就只會關於加息 疫情病例的因素上 短線就集合負面因素於一身 所以短線來說如果你看到股價上面 你認不認同他們的看法 還有你覺得如果P上升 對本港的樓市有沒有影響 如果你分析到這個言論上 就是我們長遠看樓價一定會升 我又不可以說錯得了 但我只能夠說加息 利率不是取決樓市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你說那段時間 利率正在升的時候 當然樓價仍然會升 但其實在個別地區上 都是跌下來 而且最主要就是香港經濟狀況還是很好 其實整個香港經濟狀況 第一個很大的轉捲點 就是2019年的社會運動 第二方面就是疫情 帶來影響一些防疫措施 投資政策在內地也是 很多大家很多外資等等 最怕的是什麼 不是怕政治體系 是怕清零的防疫政策在 所以你說利率只上升 如果你說經濟狀況 好像以前那樣很強的 自由行 或者說很多國際金融公司 上面不斷來香港投資 從而去投資內地上 樓價繼續升沒有問題 大家的薪金還會升得很厲害 但現在問題不是 香港的狀況就是處於一個 同樣地人工過高 開始有些經濟壓力在 成本太高 甚至說外資開始撤離 有移民潮等等等等 這些就是面對著的因素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利率只是這樣判斷一些資產價格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經常都說 如果分析樓市就是看利率 走勢從而鼓到升跌 那就好了 不用一堆經濟師 不用那麼深合分析 所以我覺得你判斷地產股上 利率只是其中一個要關注的因素 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影響性 我覺得已經是對比剛剛提及到 之前說的政治因素 如果分析吸納想賣地產股 剛才你也說到短線可能會波動 長線你也會看好 但是什麼時候見底 難以估讀地產股 如果分析吸納想賣地產股 剛才你也說到短線可能會波動 長線可能會波動 長線你也會看好 好 他說應該選哪一隻 如果選了的話就有多少錢買 還有怎樣定止蝕 老實說那句 我相信特別是本地地產股來說 分別一定有的 但老實說真的不會太大 看你真的買哪間公司的管理層 最近幾年做的事情 或者說 你呢 你又買哪一隻 我比較喜歡16、17多跌 但老實說真的不會分別分別 分別真的非常非常大 其實16、17跟著長石集團 然後我才會選12去計 如果你問我 這一刻我覺得做波數 因為你本身是打算分析吸納 你要考慮的一件事就是 第一方面 我不知道你的本金有多少 有一些本地地產股 例如說16號那些 入場門檻 真的相對地比較高一點 你如果很難做分析吸納的話 那不就不做 反正其實在最後的結果 都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你純粹跟NAV 資產正值的折樣幅度 真的最大 的確我覺得最吸引的是 新世界發展 短線來說 但是如果你說一些政策風險 包括近一年發酵得很厲害 好像農地那些問題 12、26號面對著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如果突然間有些農地 又要捐地的消息的話 他們的顧客就會大一點 但是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分注吸納的話 我會比較偏好17號 或者可能那些長石集團 我覺得其實老實說分別 但是你看到我說 你說的那些都會很亂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最重點就是你分注吸納 你的過程多久 如果你只看一年左右的時間 我覺得收集期而已 最多分分鐘這一年可能 以翻價向為主 你買完之後都不會想著 很快可以做到財食見手 但如果你看到整個疫情過了 大灣區發展 接著說香港的經濟狀況可以走出谷底 在這樣的過程下 我覺得其實這隻真的差不多 你問我就是選一隻股值最便宜的 即是說新世界發展上面的NAV discount 相對地比較大 那就選這隻 我覺得暫時 但是一定是三五七列計的 所以我覺得買本地地產股 你做分注吸納 這個策略絕對合適 但是想清楚自己的時期 有很多人打算混合半年左右 然後就沒有 對於投資市場來說 你真的要捱整個週期 一定是會比較長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分注這個策略 OK 但是你記住你的年期上面 一定是比較長